3月21日晚 吴宗宪带女儿参加节目时 在被问到对大S闪婚的看法时 吴宗宪却表示不太能接受 他称大S仅仅离婚105天就官宣再度结婚 吐槽大S结婚未免太早 10年的婚姻刚刚离婚 刚刚逃离婚姻的牢笼 又选择再婚 吴宗宪言语犀利但又不失幽默 他说为了大S自己还自学了热爱105度的你 说着在台上就自顾自的唱了起来 随后他又称自己纯爱是做不到闪婚这件事的 自己也不会让女儿去闪婚 我们一家是很传统的家庭 其实吴宗宪的看法代表了大多数网友们的心声 大S公布闪婚以来 大家也是众说纷纭 而妹妹小S却公开表示自己很欢迎这个姐夫的到来 其实说实话 这件事大S做的先斩后奏 大家想不接受都难 即便是纷纷送上祝福 但看似也是无奈之举 吴宗宪此番发言不但没有引起网友们的不满 反而都纷纷说出了自己一直都想说的话 也希望大家能够给予大S尊重 最后祝他永远幸福